在中央 忽必烈建立以中书省 书民院 御史台为核心的汉式官僚机构 其中 中书省是中央最高决策与执行机构 书民院与御史台分掌军事与监察大权 忽必烈曾形象地把中书省和书民院比作是左右手 那么御史台就是来监督和医治这两只手的 由此看出这三个机构在原政权中的重要性 在地方 元朝逐步确立起行省制度 行省简称省 起先是中书省派出机构 以后逐步固定为地方行政区画 全省时期 元朝在全国共设有11个行省 其中包括在高历建立的较为特殊的征东行省 行省之下还设有宣卫司 陆 府 州 县等各级机构 这也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 而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元朝的国家军队主要分宿卫军与镇术军两大系统 宿卫军由窃靴军和市卫亲军组成 窃靴属蒙古旧制 兼具大韩宿卫 宫廷进士 行政管理 乃至官员储备等多项职能 市卫亲军则是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制度建立的军队 最多是打20余位 镇术军主要由蒙古军和汉军组成 蒙古军又叫探马赤 设三个都万户府 负责镇守江北 而汉军各万户则主要镇守江南 尤其以长江沿线为布防重点 由于对金连川幕府中汉族大臣的倚重 忽必烈早期对于汉帝的统治一直采取诸侯世袭制度 直到公元1262年 汉帝实力最强的军阀李坦发动了一次威胁政权的兵变 这让忽必烈受到极大震动 而李坦也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汉族大臣王文统的女婿 并变平息之后 忽必烈下令处死王文统 与此同时开始削除北方汉人事后势力 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 并逐步推行选官任人方面的四等人制 汉族大臣政治上受到压制 他的统治是采行汉法 但又做保留 当时人是有一个评价 叫内北国而外中国 表面上是汉制 骨头里面是包装了很多蒙古的旧制 叫内蒙外汉 这种蒙汉杂油的体制 应该是忽必烈的改革 他的治国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今天的二连浩特 是中国北方一座繁忙的边茂城市和陆路口岸 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中国商品 从这里运出边境 穿越国境的铁路线 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最为便捷的大陆桥 七百多年前的忽必烈时期 这里也是大都通往河林的重要战区 玉龙战 一战早已设立 主要是为传递军情正命和物资运输提供便利 这里是官吏们长途跋涉的补给站 也是各国使节前往大都上都的休息站 忽必烈同志时期 战区制度得到完善 水落一战遍布全国 形成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 遥远的新疆 云南 西藏 东北 均可到达 随着驿站的建立 连接大都与各地的道路也得到修缮 大都向东 通往通州 再到冀州 然后分四路 通往东 北 大都向西 通往昌平 到达榆林站分道 通向上都 山西 大都向南 则由梁乡 桌州南下 陆路交通网络建立的同时 大都通往南方的重要水道 也就是今天的金航大运河 也全面贯通 交通的畅达 带来了文化的融合 元代社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科技发明开始出现 在元大都的宫殿里 甚至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自明钟 这个名为大明电灯漏的爆石装置 由水利驱动 外形为八角宫灯 已经具备了显示小时 分钟并自动爆石的功能 发明这台自明钟的锅手镜 是元代杰出的天文 水利 数学 仪器仪表制造专家 一生科技成就就有二十几项 遥遥领先世界水平 由他参与编撰的寿石力 更是中国古代一部精良的历法 受视力中锁定的一回归年 为365点2425日 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 实际时间仅差26秒 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功力 完全相同 元朝的很多科学家有些出来 因为中西交通的大通 原来西征手打败的那些地方 交通上很多的壁垒都被打通 所以西方阿拉伯的数算 西方的科技 大量的涌进了中国 这样就使中国的科技当中 非常兴奋 权力驾过的完善 科学技术的发达 归根结底是为了发展生产 汉地的经济命脉在农业 忽必烈十分清楚 要保持社会的稳定 国库的充盈 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 为此 忽必烈设立管理农业的 私农司和水利建设的机构 都水监 并颁布法令 禁止毁农田为目的 限制贵族占有过多的屈口 召集逃亡 鼓励开荒 并将屯田 推广至全国 忽必烈时期编写的著名农书 农丧基药 以及后来的农书 和农丧衣食搓药 都对元代的农业生产 起到推动作用 农业需要发展 对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的改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收割用的镰刀 种类增加 种类增加了 云橱 邓橱 云荡等中耕工具也发展起来 大大减轻了除草 树泥等费时费力的劳动 农田水利机械和灌溉工具也推陈出新 牛转翻车 高转桶等各种水车得到广泛应用 水轮 水龙 水转连墨等比前代更趋完备 元朝的经济支柱彻底抛弃游牧经济 而为农耕经济所取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